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颗心如坠冰枯 这也是散修 轮采大帝在这散修面前也得灰溜溜的走 还严震江又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莫丹师之前是我的部队 告退 严震江说完 也不得莫无忌回话急匆匆的退走 至于称呼莫丹师也是听轮采所说 奈何心中也是一尘 他来这儿还是那件事 要向莫无忌锁回星空牌 按理说 现在莫无忌没了丹道先蒙做后盾 他应该是好说话一些 可是莫无忌连轮采都要喝滚蛋 他区区一个大义仙又能做什么 当初在修真界星空的时候 他就肯定莫无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但这将来也来得太快了些吧 这才多长时间 莫无忌已经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 尽管知道他想在莫无忌身上拿到问仙牌和星空牌 已经是难如登天 但他仍旧不得不留下来 实在是因为这两个牌子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莫无忌现在可没心情管这家伙 他再次看见一个熟人走了过来 横峻 单道先蒙 七品单地 说实在话 莫无忌之前对横峻和公洋学还是很有好感的 这和单道先蒙无关 横峻和公洋学的厉害之处都不在修为上 而是在单道之上 当初他与这两个单地探讨单道之时还真没有藏私 只是时间仓促 这两个单地从他身上学走的颇为有限而已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很是失望 单道先蒙放弃了他在尖较先须的单格 公洋学不知道天机单格的事情还有可能 毕竟这老头一门心思就在单道上 别的事情根本不管不问 但要说横峻也不知道 莫无忌就有些不太相信了 既然横峻知道 那看在当初互相探讨单道的情意上 出手相助一下也是情理之中 反正换成他 如果再知道当初和自己探讨单道的横峻或是公洋学的家人有问题时 他肯定会出手相助 天机阁仍旧被轮彩所毁 轮彩还杀了天机单格的人 可见横峻并未出手相助 莫大师 好久不见了 横峻远远地对莫无忌抱拳 人味道笑声先至 莫无忌脸色平静 一点笑容都没有 他既没有抱拳也没有问号 既然不值得结交 须于唯一对他来说那都是多余的 横峻知道莫无忌的意思 略显尴尬地放下手来 他的心里也是有些后悔 当初他的确是知道胡真宇放弃莫无忌的事情 天机单格他救不下来 但是要提前救下天机单格里的几个伙计 他还是有办法的 可在他看来 几个伙计死就死了 没什么了不起 没想到莫无忌似乎还很看重这几个伙计 否则的话 根本就不会让轮彩滚蛋 萧李氏就像没见到莫无忌无视横峻 仍旧笑语盈莹抱拳说道 莫大师 救养你的大名了 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 一股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 莫无忌眼光微微一缩 他感觉这萧李氏可不简单 此人看似是个青年 但莫无忌猜测 此人至少也是先帝中期以上级别的强者 这样的一个强者 要对他如此客气 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 对方都是先帝强者 莫无忌保全还了一礼 请问道友何人 说起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渊源 之前我在闭关之中 出关才知道胡真宇干下的蠢事 我代表丹道先盟 在这里给莫丹师道歉 莫丹师 你放心 丹道先盟的门 永远为你敞开 你随时都可以进来 至于你的损失 我丹道先盟会加倍补偿于你 莫无忌眼光一冷 再没有之前的客气 你就是丹道先盟的盟主 萧丽师 没错 我就是萧丽师 萧丽师心中也有些怒火 自己好歹也是丹道先盟的盟主 一个先帝后期 这莫无忌的反应 也太无理了一些 萧盟主 你此话当真 莫无忌忽然问道 当然 我萧丽师从无虚言 胡真宇因为你的事情 已经不再是丹道先盟的傅盟主了 萧丽师说着 虽然脸上还是和善 但却多了一种递者的威严 那萧盟主 也知道我和伦彩之间的大仇了 那是自然 刚才如果伦彩敢动手 我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好 既然如此 为何我天机丹阁被毁 天机丹阁的人被伦彩杀了这么长的时间 今天伦彩还在这耀武扬威 莫非偌大的丹道先盟 还奈何不得一个伦彩大帝 或者说 丹道先盟 不知道伦彩的逍遥窝在什么地方 萧丽师哑然 这莫无忌太不同人情事故了吧 这种事情 在这样的场合 用这种方式问出来 岂不是让大家再无回还之余地 这是等于公然不将他弹道先盟放在眼中啊 莫无忌最讨厌这种两面三刀 一副笑面糊模样 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家伙 此刻萧里士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莫无忌毫不客气地说 滚蛋吧你 这种两面三刀的活色 他根本不屑于之废话 这还是莫无忌不知道萧里是要杀的 如果知道 可就不是滚蛋两个字了 这好死 萧里士的怒火蹭了一下就上来了 他不是轮彩 尽管猜测莫无忌身边的仙奎厉害 可从未想过 莫无忌身边的仙奎会厉害到相当于一个大先帝的程度 一个小小无品丹地 居然敢叫他弹道先盟的盟主 一个大先帝滚蛋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先帝的尊严 岂容一个蝼蚁如何放肆 一股狂暴的力量 直接涌向了莫无忌 他就是不动手 仅凭自己的领域也要废了莫无忌 既然不能拉拢 那就以这个为借口将莫无忌给废了 莫无忌冷哼一声 他身边同样是一股强悍的气息卷出来 两道气息轰在一处 直接在空中炸裂 两个大先帝 哪怕没动手 这种炸裂的气势 足以将周遭一片毁掉 只是还没等着狂暴的气息将周围毁掉 一名鹤一中年男子已经已捕落在了附近 他抬手一挥 这种狂暴的气息消失得无影无踪 萧里士的怒火在这一刻完全没有了 他甚至忌惮地看了一眼莫无忌身边的大慌 刚才他的气势和杀势涌入莫无忌之后 全部被这个仙葵轻松化解 这仙葵的实力似乎比他还要高尚一些 一旦打起来 他萧里士今天会把单道先盟的面子丢个精光 难怪连轮彩都不敢动手 他第一时间放弃了和莫无忌动手 萧音音队过来的贺一男子轻轻一抱拳 可郑主 刚才是萧某势力了 贺一男子显然知道萧里士的身份 同样是一抱拳 还请萧盟主 看在天欠仙城的面子上 不要在这动手 苦主 感激不尽 苦成主哪里的话 刚才的确是我势力在先 等有空时 再向苦成主赔罪 萧里士说完 没再看莫无忌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莫无忌见过苦成主 莫无忌也不敢怠慢 同样是抱拳问候了一句 这苦主的实力比萧里士要弱 但从他身上的气势 莫无忌还是感觉得出来 这家伙也是一个先帝 苦主倒是没拿出那种先帝架势 去教训莫无忌 而是微笑着说 莫先游客气 来这儿就是我天见仙城的客人 若是莫先游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安排莫先游坐在第一盘 刚才莫无忌接连叫轮采和萧里士滚蛋 可这二人并没能拿他如何 即便苦主不了解莫无忌 他也能感觉出来莫无忌不简单 假如莫无忌不想组建宗门的话 他肯定是婉言谢绝 但现在他要趁机组建宗门 自然要让自己的名气上去 更何况他还想认识弃帝徐族人 那就多谢苦成主了 莫无忌没有客气 苦主见莫无忌同意 心中更是高看了他一筹 说实在话 这种先议会 第一排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就算是给你位置 你也不敢去做 莫无忌敢做第一排 那就说明莫无忌的底气非常雄厚 莫无忌刚才多谢了 我是一个七品尊纪丹地 将来你需要练丹的时候 可以直接找我 莫无忌离开的时候 回头对颜维抱全感谢 多谢 多谢 颜维哪怕一届先王 此刻也颇有些激动 莫无忌刚才 可是让盘道宫的核心弟子滚蛋 让轮踩大地滚蛋 让丹道先盟盟主滚蛋的恨人 三个滚蛋 显示了莫无忌的强大和底蕴 这种人居然和他结交 不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莫无忌 还是七品尊纪丹地 要不要这么拟天呢 莫先有是七品尊纪丹地 心中一直猜测 莫无忌来历的苦竹 此刻也激动了起来 一个七品尊纪丹地 那就必然是八品丹地 以莫无忌的年龄 就是晋级九品丹地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他也有些明白 为何之前轮踩 要求到莫无忌了 轮踩最喜欢的爱妃并重 肯定是求莫无忌帮忙练丹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